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样使心脏能在夏季统领人体的五行运行 适应自然界的五行变化 从而保证人的健康 因为夏季是属火 而心也属火 苦可以入心 为了要补养心脏 所以在夏天 食物的选择上 应以增酸减咸引入苦为主 在五味药性和食物当中 酸可以生苦 但咸却又可刻苦 所以要增加酸 减弱咸 而引苦入心 这样才能够达到孙师傅所说的补养心脏的目的 食物中属含粮苦性的 譬如有菠菜 苦瓜 竹笋 黄瓜 白果等等 下面就是孙师傅为了夏季补兴 所调制的十二道药膳 黄莲青豆 黄莲呢 是一味很苦的中药 但它却有很好的药效 既可以清热解肚 又可以健脾开胃 清心出繁 清豆即是大豆 可以滋补肾水 黄莲配清豆 就是将黄莲清心养胃的药性 同清豆滋补肾水的食性相结合 这样的肾水充足 心火熄灭 黄莲清心心烦至孝 是一道夏季难得的佳肴 黄莲苦用温水清除 同清豆一起烧 就可以先苦后甜 不妨你也试一试 介绍的是黄莲青豆 它的配料是黄莲 薏仁 青豆 还有番茄 首先 我们先将番茄切成颗粒状 并且把黄莲泡在开水里面 这个番茄在去皮之后呢 先去掉果囊的部分 再切成丁状 现在在锅子里面加入少许的沙拉油 先将它烧热了 并且用黄莲水加上太白粉拌匀 再加入少许的秋实水 等到油锅烧热之后呢 我们就先将青豆倒入热油当中 再加入一仁 将它们翻炒一下 等到青豆六分熟的时候 再将切好的番茄丁倒入锅中 炒大概三分钟 再倒入我们刚才准备好的黄莲水 再炒个几下子就可以起锅了 为您介绍的这道菜就是黄莲青豆的做法 黄莲青豆的做法 艺人将斗据说是由王昭君的一位马夫所发明的 当时在王昭君合番的途中 因为马车的长途跋涉 使得王昭君觉得身体非常的不舒服 这时候他身边有一位马夫 便用随处可彩套的艺人以及将斗 煮熟了以后来给王昭君食用 王昭君吃了之后果然一味舒畅了不少 他也精神了起来 这就是艺人将斗的由来 艺人将斗 这道菜的配料是艺人五十克麻油还有将斗 做法是先将将斗切成小段 放在盘子里面 再将切好的姜豆倒入煮沸的水中稍微烫一下 几分钟之后就可以把姜豆取出来了 然后呢 再加上大约一汤匙的麻油和二芽水 搅拌均匀 如果您要打算请客的话 那么可以把它们排列整齐了 然后再将艺人放在姜豆的上面 这道艺人姜豆可以清热通便 也是一道非常可口的凉菜 这就是艺人姜豆的做法 木通呢 可以通气通筋立关节 木通呢可以通气通筋立关节 木通筋立关节不通通筋立关节不通 冬瓜可以健脾立水 消肿 二贼相配呢即是一通一消 通即是通气通血通水 而消呢即是消食消水消肿 所以在夏季气候炎热潮湿 心脏负担很重 易受损伤 人呢 常常的感到关节疼痛 木通配冬瓜 就是沥水粗食的功效 对有风食痛 风食性心脏病的人来说呢 夏季食用是恰到好处 为您介绍木通冬瓜 它的配料是石壶15克 木通15克 以及番茄和冬瓜 做法是先将冬瓜去囊切成块状 然后把清水放在锅子里面煮开了 再切一些番茄以备调色之用 等锅子的水开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石壶与木通放入锅子里面 然后再把冬瓜块也倒入锅子里面 加入一汤匙的秋食水 以慢火大概煮15分钟 现在我们把煮好的冬瓜 冬瓜连同配料一起捞出来 放在盘子里面 把切好的番茄 倒在锅子里面稍微烫一下 勾个芡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就可以起锅了 把这个汤汁浇在冬瓜上面 这道菜呢 这道菜呢 就算是完成了 这就是木通冬瓜的做法 车前草兰 传说是古代 这种草兰在冬瓜里面稍微烫 一道清香 二锅相配呢 一清一泄 就好像夏季我们体内的清洁工一样 车前草兰在冬瓜里面稍微烫 它的配料是竹孙 以及车前草 首先呢 我们先将泡过的竹孙 切成小段 然后把它放到竹肺的滚水当中 再把车前草也放进锅子里面 这个分量可以看多少人食用而决定 等到水开了 就可以盛出来食用了 这就是车前竹孙汤的做法 金银花呢 是一种藤本植物 夏季开花 它先是银白色的 然后呢 变成金黄色的 能够清热解毒 传说在古代有一对姐妹 一个呢 叫金花 一个呢 叫银花 当时他们村里的人呢 都受了热毒 全身长了毒疮 为了救治乡民呢 他们俩变成了金银花 人们吃了这种花病就好了 我们呢 用鸡子煮银花 是用鸡的养味功能 和滋补食性 同金银花的咸凉药性配合 使鸡可以清热解毒 又不伤脾胃 鸡之金银花 它的配料是用中药金银花 五十克 以及鸡汤 我们先将鸡汤 倒入热锅当中烧开了 等到鸡汤滚了之后 我们就将金银花 放到锅子里面 鸡汤 鸡汤一块的用小火慢慢的煮 这个时候 我们再加上少许的秋食水 大概煮个十分钟左右 就可以将金银花捞出来了 最后的一道手续 就是加上少许的麻油拌匀 就像李宗盖 水 水 水 这道菜就是清热解毒的鸡汁晶莹花的做法 田七祖产于云南 云南白药兰就是以田七为主 田七具有大补气血的功效 尤其是核心血更为独到 连鱼呢具有沥水消肿养胃的药性 夏季心脏受审心力衰弱 便会引起心功火毛 水呢就会储留人体 加重心脏的负担 所以二者相配呢可以核血养心 对于心脏病心力衰弱呢 效果非常好 田七紫莲 它的配料有田七约十五克 以及小莲鱼 我们先将田七切成片状 放在成鱼的盘子里面 再加上姜片葱段 再淋上少许的清水 就可以放到蒸锅里面 然后用大火蒸个十五分钟至二十分钟 现在呢我们就把已经蒸好的田七紫莲拿出来 这样子就可以吃了 这就是田七紫莲的做法 牛西呢是一种中药 据说呢油的关节瘦身以后呢 它便会致力吃一种草 吃了以后呢 牛的角力更大 所以呢 人们就把这种草称为牛西 它具有强筋状骨的功效 在夏季 人们因贪凉 关节的筋骨呢 醉意受害 用牛西温馴筋骨 入筋呢 补养关节 便可以起到强筋状骨的作用 常常的食用呢 我们在夏季便不会感觉的 视之无力了 我们现在介绍牛西蹄筋 它的配料有白牛西三十克 葱 姜 蹄筋 还有黄瓜 以及一碗高汤 首先呢 先把牛西切成段状 再把黄瓜去囊之后 切成块状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同样的要把沙拉油 先倒在锅子里面烧热了 等油热之后 先放入葱姜 把它爆香了 再加入一半碗的清水 等到水开了之后 再将葱姜取出 现在呢 就把蹄筋放入锅中 以小火慢煮 大约煮个五分钟之后 再将牛西加入锅中 再加上一点秋食水 把黄瓜倒到锅子里面 勾一点薄芡 再煮个五分钟 这样子就可以起锅了 为您介绍的就是牛西提筋的做法 虫草呢 是一种菌类中药 因为它的形态 在冬天是虫 夏天是草 故称为冬虫夏草 一般呢 出产在四川 或者是西藏 海拔四千公尺的高山 非常的名贵 具有补肥肺壮肺壮肾的功效 虫草性温而不臭 而鸭子呢 性凉而不寒 温凉相配 可以在夏季 补肺壮肾壮肾 这样肾水增腾 肺水疏布 上下循环 从而达到养心的功能 这桶直接补心 养心 恰是义曲同工 这道虫草鸭子的配料 有冬虫夏草二十克 黄芪一百克 以及鸭子一只 做法是先将洗好的鸭子 过过热水 去腥和血水之后 然后呢 再依照师傅所示范的 将虫草及黄芪 插在鸭子身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把它放到汤碗里面 加上高汤 再把它放进蒸锅当中 大约蒸个一个钟头之后呢 您就可以取出来食用了 这是虫草鸭子的做法 陆草呢 大家都知道是一种大新大热温热的补药 很多人呢 不知道怎么吃 然而 夏季吃鹿茸 却有冬季吃鹿茸 难以相比的奇效 这就是所谓的冬病夏字 夏季好气 新阳受审 用鹿茸补阳正好 而配合豆腐 既能清新除烦 又可以消除鹿茸腥臭之性 这就是少有的清补法 这一道是鹿茸豆腐 它的配料有 鹿茸 菜心 甜鸡油 和豆腐 首先呢 我们将菜心切成片状 然后将甜鸡油 倒入已经烧开的水中 再加上菜心片 鹿茸片 再把豆腐划入锅中 等到汤煮开了之后呢 再煮个五分钟 就可以盛出来了 这道菜 就是鹿茸豆腐 鹿茸鱿鱼呢 是用鹿茸鲜鲜鲜鲜鱼做的 鲜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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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 放在清理血份,即補血、養血、膳血為一體 血不哭,則可生金,止渴 血得羊,則可以養心 血得膳,則可以行走 皮下淤血可以 蓮藕魷魚 它的配料是,藝人、蓮子、鮮藕、橘瓣、葡萄、葡萄、還有魷魚 它的做法是,先將蓮藕切成片狀 再將魷魚切成塊狀 我們在選用魷魚的時候呢,一定要注意要選用新鮮的魷魚 現在鍋子裡面煮開的正是黃旗湯 我們先將蓮藕片倒入鍋中 然後呢,再將蓮子與藝人也一塊的放進鍋子裡面 再把魷魚塊也滑入鍋中 用大火把它燒開了 燒開之後,再加入橘子片和葡萄 燒開之後,再加入橘子片和葡萄 我們稍微的讓水再開一下 就可以起鍋盛盛入碗內 為您介紹的就是蓮藕魷魚的做法 綠竹呢,又叫瘦竹,即藍山之竹 具有強心,補心,養心的作用 豬心呢,可以補心,養心 這是中醫的以脏補脏的觀點 用食鹽果微,取其含性與清心 這樣,將強心,補心,清心,心臟保養的三要素融為一體 從而達到保養心臟的目的 對心臟病呢,常常的食用,十分有益 這道菜是玉竹心的 它的配料是 玉竹 珠心 還有鹽 做法呢,是先將泡好的玉竹 塞到豬心裏面 再用一片荷葉把它包起來 用繩子緊緊的把它捆住 這麼做,是避免在烹調的過程當中 鹽會跑進去 然後呢,再把它放進鍋子裡面 這鍋子裡面已經放好了食鹽 我們用食鹽,把這個荷葉包整個的覆蓋起來 覆蓋好之後,用小火慢慢的燻烤 這大概要燻烤個六個小時 等到食鹽已經變成核色之後呢 再將豬心取出 就可以切片裝盤了 這道菜就是玉竹心子 帝皇呢,經過久爭久曬,稱為熟帝 從而具有了強心補血的功效 鰻魚呢,養血養味 同時有溺水滋補的食性 這樣配合在一起 就能夠強心補血 對於心臟較弱 心肾養血的人來說呢 常常的食用呢 可以起到調養心肾的作用 我們現在介紹地黃鰻魚 它的配料是熟地三十克 以及蔥、薑還有鰻魚 做法是先將鰻魚去皮 以及去掉頭尾 然後切成小段小段的 這個時候將鍋子裡面放入油 燒熱之後呢 我們先把蔥、薑爆香 然後再注入約一湯碗的清湯 然後再注入約一湯碗的清湯 再把鰻魚放進鍋子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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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鰻魚放進鍋子裡面 然後再加上兩湯匙的料酒 然後再加上兩湯匙的料酒 如果說您想要吃的鹹一點 也可以加上少許的秋實水 好,現在呢 就要用小火來慢慢的燒了 因為魚肉很容易熟 所以說只要魚肉變白了 您就可以再勾上一點薄芡 就可以準備裝盤了 把鰻魚放進鍋子裡 好,我相處的 比較能的 因為牡漢 給我 把鰻魚放進鍋子裡 還能放進鍋子裡 这道菜对补血养心的效果显著 这就是帝黄蓝鱼的做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